家裡客廳的電視你沒有話語權嗎? 老是想著為什麼PS5不能接在筆電上玩嗎? 看著自己老舊擷取器的影像機因緣延遲 讓你的射擊遊戲的排名上不去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肉眼開箱要來開一個 2024年最新即將推出的最新擷取器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這個商品我是連開都還沒開過 今天跟大家一起來肉眼開箱吧 好的 我們今天要來開什麼呢? 就是這個 Genki Shadowcast 2 Pro 從外包裝的圖看來 跟市面上的擷取器有一點不同 感覺比較時尚簡約一點 後面還有帶到一些接法 讓我們馬上拆開來看看吧 WOW 出現了 看起來很不錯 它上面的錶層是橡膠的材質 觸感還不錯 橡膠的材質下面有兩個帶有霧面的塑膠殼 使用霧面讓商品的質感加了分 背面看起來有兩個3.5的因緣孔 表面有交錯的格紋 去帶出一個商品的設計感 表層橡膠的邊邊還多了一小段 Shadowcast 的小標籤 這個小巧思我還滿喜歡的 至於品牌的 Genki 則是放在了霧面的塑膠殼上 來看看內附什麼配件吧 原廠附了一條 HDMI 跟一條 USB-C 的線材 HDMI 的線材上還特別訂製了 Genki 自己的 Logo Type-C 的線材只是採用編織線 同樣也是看得到 Genki 的 Logo 在這個地方把品牌的展現都放在一起 真是不錯喔 再來我們來看看本體吧 其實它的大小 雖然跟他牌的擷取器 箱皮好像比較大一點 但我覺得它在質感方面做得滿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入手之後 反而會想要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 可以當作一個科技品裝飾 OK 就初步的外觀來看 整體結構算是簡單俐落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大家最好奇的實測吧 有有三層 Shadowcast 2 Pro 標榜可以進行 4K 60格的擷取以及 Pass-Through 我們此刻就來同步測試這兩個項目 首先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從 OBS 擷取錄製的影片 這裡同步看一下它排30格4K的錄影來看看 有沒有明顯的區別呢 這個做法是因為我前陣子發現 如果電腦的規格不夠好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即使是擷取器本身可以到60格 那你也很有可能錄下來看起來 還是沒有60格這麼滑順的 OK 看完影片後 確實4K 60格有完整達標 這讓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我這陣子真的是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可以4K 60格這個功能 我在獲取官方資訊的時候 有看到一欄寫說它擷取近電腦畫面 可以達到超低延遲40毫秒左右 這個大概是3幀喔 其實非常的少 基本上算是感覺不出來 但說歸說 我們還是得要來測試一下吧 果不其然 其實在畫面的移動上真的會看不太出來 尤其是高幀數的時候 那麼大家的疑問一定會出現就是 這個超低延遲有什麼作用嗎 來 我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正常來說 我們從擷取器把影像拉到電腦之後 一併的是連帶聲音一起帶過去的 然後我們自己會看著PASS THROUGH的遊玩畫面 但是擷取的畫面跟聲音是同步的 如果有延遲的話 你在觀看PASS THROUGH遊玩畫面 同時聽的是擷取的聲音 那麼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這個時候一定會有同學說 那我就聽遊戲機出來的聲音就好啦 但如果你的螢幕本身沒有提供聲音輸出或是自帶喇叭 又或是你想要錄下遊玩的影像跟聲音就不可行 因為HDMI出來的影像跟聲音是一錄的 除非你在前端多弄一個音源分離 說到這裡又要再多一個東西 好麻煩啊 所以說低延遲相對的好處就是 讓你在觀看PASS THROUGH遊玩的時候 不太會有影音不同步的問題 另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直播主就像我一樣 你需要看的不只有遊戲畫面 可能還有聊天室等等 同時如果你又只有一個螢幕的情況下 要選擇只看PASS THROUGH遊戲畫面嗎? 要放掉聊天室的互動嗎?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此時在超低延遲擷取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今天遊玩的不是FPS遊戲 那我們其實可以 完全只要觀看直播軟體的畫面 此時這個超低延遲 真的就是一個大大大福一呢 悠悠先生 上一點跟大家介紹過聲音的部分 對於FPS的玩家或是其他類型的玩家 一定會有想要最沒有意外的延遲聲音 這有解嗎? 有的 完全有的 這台Shadowcast 2 Pro 在後面的接孔上 有一個AUX IN的接孔 在你接上耳機後 它可以將遊戲音源指出 同時不影響擷取器接收音源 沒錯 它本身就是自帶音源分離的功能 但你以為它只有這個功能嗎? 如果你今天想要開個直播 只要接上你含麥克風的耳機 它同時就可以將你的麥克風的聲音 一併傳入電腦中 如此一來 你完全不需要在直播軟體設定任何的音軌 一顆擷取器 達到你完整懶人直播的體驗 悠悠先生 新產品的出現 再次跟大家說說這款Shadowcast 2 Pro 後方的接孔有5個 USB-C作為連接電腦的接孔 HDMI OUT 這個是Pass-Through直出的部分 最高可以支援到4K60格的絲滑輸出 再來是HDMI IN 這是將遊戲訊號源輸入的地方 輸出的幀數依序為4K60格、2K144格、Full HD 240格 硬體本身是有支援HDR的喔 如果你的螢幕及遊戲機可以開啟HDR 你將可以完整體驗擷取器帶給你的高動態色彩 另外硬體本身也自帶VR可變更新率功能 自動的幫你做影像調整 讓你消除遊戲畫面的撕裂以及延遲 同時在聲道的部分支援高達7.1聲道 AX IN 是可以將遊戲的原音輸出 以及麥克風輸入的地方 最後一個LINE IN 這個孔很有趣 如果你今天在進行直播或錄影的時候 又想要額外播放音樂或音效 這個LINE IN 就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悠悠先生 老實說我個人使用一陣子過後 發現這款擷取器我蠻推的 什麼原因呢?又以下4點 第一點 市面上擁有的高規格輸出 市面上擷取器的種類非常的多 各式的規格也是琳瑯滿目 Shadowcase 2 Pro 提供了我們上一點介紹的 各式解析度的高幀數、絲滑輸出 在整體的使用上也非常的簡單 隨差即用 完全不需要任何軟體、韌體的安裝 省去了你買回來打開還要花一堆時間安裝研究 第二點 造型的簡約 以灰白色的配色、四邊弧線的造型 加上表面凹凸格紋的設計 不論在你桌面的何處都能為你的空間加分 這個電子產品不讓它只局限於在電競的科技感 更多了一些生活的質感 第三點 音源IO帶來的便利性 對於新入坑的直播主或玩家來說 這台擷取器有著高階的影像規格 以及原音的輸出及麥克風的輸入 額外加上如果想要加入其他音樂也沒有問題 在前期擁有這個產品 你可以省去很多在電腦端需要設定的東西 讓你的直播之路變得簡單很多 第四點 自家研發的APP Ganky Arcade 是自家研發的軟體 在Mac 及Windows 都可以使用 它的開啟速度很快 幾乎沒有什麼需要讀取跟啟動的時間 接上擷取器幾乎馬上就可以開始遊玩 然而最厲害的是 就算你沒有下載APP 它們也有網頁版可以使用 即便你今天帶著筆電出門 也可以即刻享受在戶外的便利 行動直播也完全不是問題喔 作為一個遊戲的實況主 提供最佳的觀音體驗是最重要的 4K 將會是未來必定的趨勢 當然啦 即便不是遊戲實況主 你同樣也可以使用這個產品 如果你是旅遊型 開箱型 任何只要是使用相機的創作者 都可以同樣在這台Shadowcast 2 Pro 達到最好的效果 作為遊戲玩家 在進入自己Speed Run 或是高超技巧的時候 即便Switch 或是其他主機 有固定秒數的錄製功能 但僅有這些短短的秒數 以及糊糊的畫質 完全不能將你風華絕代的操作呈現出來 再加上近期我發現 現在真的有很多玩家都有在記錄遊戲 以及開設直播頻道 即便沒有說話 也會分享自己遊玩的過程 與網路上的大家一同玩樂 所以這款商品絕對能將你優秀的操作 以最高的畫質呈現出來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 這次的開箱雖然只有提及Shadowcast 2 Pro 不過同時間Genki推出的是三個商品 還有Duck 2 以及Shadowcast 2 兩個強勁方便的商品 他們目前正在嘖嘖集資上進行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在說明欄找到相關連結唷 好對 以上就是本期肉眼開箱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產品的感覺如何呢? 非常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讓我知道 如果你還有想要了解的各式產品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會努力去爭取各式的開箱讓大家看看 肉眼開箱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下次見 再見 明